命中不服跟三沃道寄生果果 是本愿的主旨 蓄事足有决定业 命中之后 蓄于慈见或于他方多三沃道的定业 每个人都有 这一生能道人道是非常幸运 过去生中死的时候 最后一念是个善念 无界是善的善念 这个念头感到了人道 上平时善感生天道 不识阿里耶的只有善 我的比善多 这个善冒出来了 很幸运的 到人道来了 那么在人道这一生当中 认真去反省一下 造的是悟多还是善多 这个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 其一个悟念都是造悟业 那造业谁造 生口一 这三叶子造啊 生是有行动 二口是言语 一是念头 我们起先动念 言语造作 是不是与无界是善相应 相应 善应 与他相悲 就是无音 那其心动念都算进去啊 不是说其心动念没事啊 不是啊 其心动念落在阿里耶里头 就是夜系种词 你说多么口号 那年夜晚做梦 那个梦都是有种子 阿里耶 种子在梦中起先行 梦就走这么来的 所以你的梦有美梦 有悟梦 美梦是善 阿里耶的善意 悟梦是阿里耶的悟意 种子先行 想到这个地方就非常可怕 怎么办 念佛 不管什么念头 念头才起 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 这叫忏悔 这是真忏悔 如果换不过来呢 那就随夜 流转 将来干得的过报 任何一个人 一生设身 千万节来 必须知道 国报都是自作自受 没有人能够 帮你改变 自己要负 百分之百的责任 不能够怨恨任何人 为什么 跟人都不相关 全是自己造的 当然要自己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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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没有许不知